西日快樂 港澳 二反板印 一張紙內十七吋半乘十二吋半 港澳的數碼印一千元 是,排好了 在1989年我和記憲繼設一間很小型的廠 開始我的印刷工作 這個稿和你的印刷是對的 我一開始的時候 和記憲繼姐姐去分享 我不是真正的老闆 我是一個管理者 方向是對的 顏色就好像差一點 現在加一點顏色 這個顏色才對 一個團隊是很重要的 還有員工和老闆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這些紅色都差不多 如果沒有員工去幫到公司的時候 我們拿到多少生意 有多好的設備 沒有他們去幫忙運作 都做不到出來 還有員工和老闆是一個互信 如果你沒有信任的時候 你交給他做的時候 你每次要檢查我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什麼心 或者說你做過去吧 會有這樣的感覺 2008年來的金融海嘯 然後我來說是另外一個轉銳點 那時候我們投資一些物業 都打算我們退休 有一個保障 我也聽到神的聲音說 其實我們不是積財保在地上 神提醒我的時候 我都將一些物業去變賣 用資金放回公司 我投資了一些新的設備 即是今天的發展 在這一行裏面我都做了一些競爭力 自己不是這本生意擁有者 我是一個管理者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輕鬆很多 因為神在莊總裏面去看著我 還有在莊總裏面學到愛和去保養 同時之間的體量會變多了 我開始去學習 去謙卑 放手 放心 去交給我的員工 去給他們一個機會去做 員工壓力都沒有那麼大 我是一個有小義媽給自己的人 成長在田桑中裏面我都很自卑 我記得我父親都跟我說 我讀書不多 他經常都說 你會靠自己的兄弟會養你 自己是很不開心 希望我自己能夠闖回事業 可能有時候的鬥志 用藥來看少我 有個工作可能時間比較廣 年初的時間 可能沒那麼忙的時間可以做這件事 在中二那年我信了耶穌 原來是神在莊總裏面 改變了我自己的看法 學習到依靠上帝的時候 將我的憤怒 埋怨 放下 如果不是神今天帶領我的時候 我可能未必容易走到我今天那個光景 回顧我這二十多年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不知道 我們的生意是怎樣 每一天都是憑著信心 這盤的生意 我也是上帝給我的恩典 當我願意去信服 去接受 在莊總裏面可以開放的時候 我覺得神是那個的供應